夜裡女子不顧一切拔腿狂奔 就是因為稍早前 這名男子看到他獨自一人 起了歹念持刀威脅 逼迫他交出貴重物品 整起案件就發生在高雄 新興區中山橫路上 凌晨四點左右 二十三歲的女子前往洗衣 等待烘乾過程 被將信嫌犯盯上 亮刀脅迫他交付財務 得手後騎機車討逸 當天晚間嫌犯狼狽落網 栽在警方手裡 根據瞭解他一次工作 不順收入減少 染疫後失業種種原因 無法負荷開銷 才會鋌而走險 如果女子真的腰身夜外出 務必做好萬全準備 隨身攜帶防身警報器 防狼噴霧劑等等 盡可能結伴同行 如果說真的不小心被找麻煩了 碰上危險 絕對不要發生正面衝突 保障自身安全才是最上策 華爾新聞零碗 解育林高雄報導 你好 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